你一定想不到,赵丽颖背后的资本大佬竟然就是他的爸爸吴奇隆。 2015年,他们在《鼠山战记》里一起合作,两人饰演了一对妇女。 而在拍戏结束后,赵丽颖就把这份妇女之情延续了下来,经常在外面喊吴奇隆爸爸,而吴奇隆也成为了赵丽颖背后的大靠山。 后来有记者问吴奇隆为什么要选择赵丽颖,她的回答也非常坦诚,说赵丽颖就是收视担当。 当初网上有人质疑赵丽颖的演技,说她不会演戏,吴奇隆听到后勃然大怒,回对了一句,你们这么说我下一部戏的女主角不好吧。 想当年吴奇隆在迎娶刘诗诗时,网上有许多人嘲笑她是二婚男,老牛吃嫩草,但他们不知道的是,吴奇隆不光是演员,还是真正的商界大佬。 她名下有超过六家公司,而赵丽颖在认识吴奇隆后,也火速在江苏成立了一家蓝色废典影视公司,持有49%的股份,剩下的51%则由吴奇隆旗下的另一家公司持有。 从这可以看出,他们的感情确实很好。 不久之后,吴奇隆又开了一家公司,并以一十万块钱的友情价卖给了赵丽颖1%的股份。 一开始赵丽颖不知道这1%的股份有什么用,结果前段时间,这家公司在港交所挂牌上市,市值一路飙升,赵丽颖手中的1%股份如今已价值5000万。 这种躺着赚钱的好事,真是想想就觉得离谱。 而赵丽颖的事业之所以能这么成功,除了背后有资本大佬帮忙外,还因为拥有一群非常优秀的粉丝,她和粉丝之间是真正的双向奔赴。